有人會問, 非洲這麼多礦產, 為何還會這麼窮呢? 這裡有個例子 這個例子所給的資料不是完全正確 不過也不是完全錯誤 所以這裡一會兒我會和大家 拿我在網上找到的資料 基本上就是國家, 包括法國在來 就規定了他的前殖民地 例如, 你的礦產的賣家一定要賣給我公司 我公司要什麼價錢買呢? 就是我公司的事 結果自然是很便宜地買下去 於是就剝削了非洲人真真正正應該有的財富 這裏就說 利利爾出口油 做福斯做核電站的油 每年大約是2億2千萬 如果每一公斤是200歐元的話 他應該是550億 但現在他賣的價格是0.8歐元 這裏的數字 量就差不多了 量沒什麼錯 但價格也沒什麼錯 但最高價格是200歐元 一個公斤 這個錯 這裏錯 稍後我會給大家看看 如果根據這裏說 法國偷了 利爾 這個減感1億 減感1字 即是偷了540億 一年 自然 如果有541億 平均回到利爾人口裏 他就基本上可以脫貧 所以我們看看到底價格是怎樣 首先第一件事 這是來自World Bank的國際銀行 對 西方國家 這裏說出 他利爾 出口 產品是油礦 2019年 去哪裏 去世界 總值 都未到 8萬 22萬6千5百多 量 就是 771萬8千5百多公斤 大家計算一下 這裏大約是 6千1公斤 6千1公斤 所以如果我們用正常價格 會怎樣呢 要知道正常價格 看看現在的期貨市場 這裏有個期貨市場 這裏叫 TradingEconomics.com 現在我們說的 Uranium 在這裏寫了 Uranium 我拿了 10年價格 10年價格 有上落 最低那裏 就是 20美元 但單位是磅 又不是公斤 所以我們要轉去 公斤的話 一公斤就等於 2.2磅 少一點 乘2 即是說 最少 都40磅 40美元 1公斤 最少 如果是多的話 去到這裏 如果我們當這裏 乘2的話 就110多 所以我就說 這裏報價不是200多 是100多 116左右 所以我就說 他這裏說是 200元 1公斤 就錯了 這個 又歐元計算了 這裏我跟他計算了 如果這樣的話 我用最低價 如果我們用2019年的價格 就 會多一點 如果我當作 40元 1公斤的話 我計算了出來 這裏 應該是賣到 1億4千8百多萬 但實際上 得到的 只有 幾十萬 換句話說 西方國家 現在的的確確 在剝削 在偷 非洲國家的財富 尤其是在 利日爾這個例子 所以現在利日爾那裏 就說 我不肯再說 那麼便宜買 難怪 西方國家 要 拿回利日爾 在他們控制之下 否則 他們的 賺錢 便賺少了